大家看到這部機械車的設計這麼特別 一定是在想究竟它是怎樣運作的 現在就讓我一日為大家解答你們心目中的問題吧 這部機械車是出於我們一個自發的項目 我們希望設計出一部與別不同的機械人 是以可以快速行走和設計簡單為藍本的 這部機械車是分開了三層的 每一層都有它們獨有的功能 各屍其積分別是頂層的感應器層 中層的電腦層 和底層的動力層 三層都是採用模組化平台的設計 可以獨立更換、方便維修和更換不同的工作平台 頂層的感應器層就裝備了激光雷達 立體視覺相機和紅米波雷達 用來收集不同種類範圍的環境數據 方便遙距控制機械人和日後研究用途之用 中層的電腦層負責收集和整理感應器層的數據 而Wi-Fi路由器可以讓用家 將遠端電腦連接到機械車上的電腦 可以實時觀看機械人的數據 亦可以方便遙距控制和觀察機械人身邊的情況 最後是底層的動力層 裝備了三個大扭力的馬達和對應的控制電腦 再加上兩個特大容量的理電池 供應給電腦和馬達使用 令機械人可以長時間這樣工作 機械車內部的自家設計電腦板 是要運用了我們在課堂上所學的電腦板設計知識 比全手工製作的電腦可靠和統一 亦減少了零件擺放的空間 一機械車另一個特別之處 距離了三個全向量 分析了普通汽車複雜的轉輛系統和機械組件 減少了車身的設計成本和減輕了車身的重量 通過不同的轉速組合和轉動方向 機械車可以水平移動到任何方向和原地自轉 三輪設計令車體無時無刻都緊貼地面 減少了線胎的情況